大家好 今天是9月8日星期日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欢迎您成为会员观看更多视频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 随后分析热门股票 经济衰退优劣加剧下的投资策略调整 华尔街经济学家观点转变 长期看好经济增长流逝的经济学家们 开始重新评估并发布新研报 以扭转其乐观的观点 债券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数据 已预示经济不安 本周股市等风险资产交易员被唤醒 美国股市表现自硅谷银行危机以来最差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理论失效 以往美国经济低迷被视为美联储将激进降息 利好美股 但近期该理论失效 市场重新关注强劲业绩与宏观经济韧性 经济数据影响 7月失业率数据触发市场转变 美股不再依赖降息提振 而是依赖宏观经济数据和公司业绩 疲软经济数据增加衰退风险 对美股的估值构成压力 公司业绩影响 科技巨头如谷歌 微软 特斯拉的业绩 不及预期导致股价大跌 但投资者仍关注 能通过AI实现业绩增长的公司 美联储降息预期 市场更倾向于美联储9月降息25个基点 视为预防式降息 显示对美国经济相对乐观 而50个基点降息则可能意味着 经济衰退风险增加 市场担忧增长 标普百指数连续下跌 信贷力差扩大 交易员对经济增长担忧加剧 尽管标普百指数今年仍上涨13% 但风险资产市场普遍认为 美国经济将软着陆而非衰退 债券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预警 债券投资者预计美国经济低迷 推动国债收益率下降 大宗商品如油价和铜价也大幅下跌 发出经济衰退的警告 不同资产类别衰退概率分化 股票市场定价的衰退概率 远低于美债和大宗商品市场 显示市场对经济衰退风险的认知存在分歧 市场不确定性 尽管存在衰退风险 但债券市场并非总是正确 历史上也有经济成功软着陆的先例 市场需综合考虑技术面 估值选举和季节性因素 基金经理观点 一些基金经理认为 经济放缓难以避免 但可以避免实质衰退 同时他们以减少股票持有量 以应对经济疲软导致的估值下行 苹果秋季发布会前瞻 时间地点 苹果公司最重要的年度盛会 将于当地时间9月9日上午10点 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的1点 在加州库比蒂诺总部举行 此次发布会提前举行 以避开美国总统辩论会和欧盟税收决定 核心产品 发布会重头戏为iPhone 16系列 包括iPhone 16 16 Plus 16 Pro 和16 Pro Max 四款新机 其中非Pro版本的变化较小 Pro版则迎来显著升级 包括更大屏幕 更窄的边框 更强的AI功能等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将向消费者和华尔街 展示其作为生成式AI 主要参与者的实力 尽管该技术仍在发展中 且部分功能延迟至明年推出 但新iPhone将搭载 Apple Intelligence 提升用户体验 iPhone 16系列的亮点 非Pro版 屏幕尺寸分别为6.1英寸和6.7英寸 处理器更快 内存升至8GB 支持Action按钮和空间视频的录制 Pro版 屏幕尺寸增至6.3英寸和6.9英寸 边框 边框 缩窄 支持Fo Intelligence 配备8GB内存及优化AI的芯片 摄像头升级至4800万像素超广角 并增加5倍光学变焦 新配色 Pro版新增金色钛金属 非Pro版引入黄色 绿色 粉色和蓝色等新颜色 市场展望 分析师对iPhone 16系列销量预期存在分歧 有人认为Apple Intelligence将推动销量上升 也有人担忧成本上升和消费者接受度不确定性 初步供应链信息显示 消费者需求高于iPhone 15 其他产品更新 AirPods 两款新型号将取代现有入门级和终端产品 支持USB-C接口的充电 终端版增加降噪功能 新的AirPods Pro和AirPods Max也在研发中 Apple Watch全系更新 包括Apple Watch SE Series 10和Ultra 3 Series 10将首次更新外观 Ultra 3专注于内部升级 新机型可能引入睡眠呼吸暂停检验检测功能 Mac与iPad Mac系列将过渡到M4芯片 但升级可能延后至10月份 新款的iPad mini 及配备OLED屏幕的iPhone SE等产品 预计明年发布市场影响 iPhone 16系列的发布预计将提振苹果财务状况 推动服务支出增长 助力苹果摆脱销售下滑困境 同时 Apple Intelligence的推出 或将开启苹果AI革命的新篇章 进一步巩固其在科技行业的领先地位 看到这里的老板今天记得留下两个字 苹果 好 上两期节目我们分析到了高通 我们继续分析我们的股票列表 我们看一下MU 美光科技的周线图 那么它的周线图看起来空头还是相当的强势的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要提防着它进一步创新低的可能性 是吧 有人说有没有 有可能吗 有啊 为什么没有可能呢 你看这个MACD啊 这个指标啊 周线级别是开口死差啊 因此呢 后续想要止跌也比较难啊 是吧 你看它过去这三周还是相当的强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看 日线的距离破掉左边这个左侧低点呢 仅差一个推线了 所以呢 周一看一看能不能跌破啊 有人说这个图真恐怖啊 跌得真快 我们说 这个双向运动都可以是直勾勾的运动 或者直勾勾的运动 是双向运动 可以是双向运动 对吧 你看过去它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脾气 每一只股票都有它的脾气 你要是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直勾勾行情的图表 你就要注意了 可能波段交易更适合这个图表 是吧 你要是看到很多磨磨叽叽的横盘的那些 载幅横盘的图表呢 你就不要去做 那些图本身就磨叽 没什么盈利性 是吧 那这个图呢 在日线图上我们看到 周一呢 有可能去尝试跌破左边这个地点啊 一定要注意创新低 那就已经本身就是熊市了啊 你看跌的多快呀 是吧 我们看一下 Roku 也就是说Roku这图还能做多吗 目前呢 你看它这周线图 过去两周好像跌的也不是太厉害 是吧 你看它这周线跟现在跟左边这比 还是略微小了一点 但是呢 我们对于当前美股的状态呢 还是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注意是更为谨慎 比原来还要谨慎啊 那么对于这类图呢 大家如果感觉不舒服 就应该离场啊 那目前看来多头的态势还在 过去这五周 多头的K线大 空头K线小 是吧 这是暂时的视觉感觉啊 而且在本周美股崩盘的时候 它也没有那么使劲崩 对吧 所以似乎它有可能有点机会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 我们要降低对美股的预期 进一步降低 那如果他家来猛烈的往下抛盘 应该离场 不要去抄底了 是吧 那如果他不跌不动呢 跌不动就画好这趋势线啊 但是60一带也是第一个卖点啊 跌破60就应该减仓 是吧 现在是64块3 有时候不想做呀 就对了哈 有时候待着反倒不会亏钱 是吧 行情 这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呢 应该少做啊 多看 而且要紧盯着哈 因为市场呢 随时可能有机会 有人说啊 一待待很长时间 最后忘了这件事了 最后又错过了 是的啊 即便是没有做多的机会 也应该仔细盯着它啊 因为市场瞬息万变嘛 突然跟你变了 我们看一下AMD的周线图 有人说AMD这个也是熊市啊 周线图 是的啊 它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走势 我们其中一个理论是说 到第四五浪的时候非常复杂 第一大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或者这是第四浪 或者这是第四浪和第五浪 对吧 那么空头又回归了哈 那表明呢 多头回归呢 也仅仅是一个反弹 我们之前对它的预期是 做局部小波段交易 是吧 看一下日线 你看 近期跌的多么的纵享丝滑 是吧 直勾勾的啊 那这波虽然说有点小犹豫 但是跌的还是挺快的啊 跌的也不算慢啊 那么接下来就要去测试下方 也就是上一浪的起点了 那这个低点跌破 那就是 那就跌了 那也没什么好办法 你看我们的趋势线呢 在上方都压着它呢 下跌趋势线很多呢 所以 这种处于在典型下跌趋势线 下方的图表呢 应该以波段 局部小波段交易为主 是吧 大波段是不行的吧 大波段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是吧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周线图 有人说亚马逊的图 看着很不舒服啊 特别是你 你看这个周线图啊 到这儿试试一下 好像有点二次探顶这种意味啊 比如说你把这线条一弄出来 你会发现 它真的是 会不会真的是大型趋势线的最后一次反弹测试 然后最后崩了呢 有这种可能性啊 你看历史上也不是说没有 你看反弹完之后 震荡一下就下来了 是吧 所以多头呢 一定要注意这一种可能性 历史上也有哦 是吧 你们说这回车也不多呀 来咱们我也没测过 咱们测一下 哎呦 你这么一测 95% 跌了95% 现在还还说它浅吗 不浅了吧 所以只靠眼睛 你是看不到相对的比例的啊 一定要用这工具尺去测一下 哎呦 那这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一切就有可能的 你说现在美国不会呀 那是00年那块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牢不可破 你觉得他都能绷到那份上 那你觉得现在呢 有人说那你这么一说确实概率比过去还要大一点 是有这个概率哈 但是呢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悲观哈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那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 是这意思 你看他这个周线现在 哎确实有一点对上涨大趋势线反弹测试这种感觉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了 能不能继续往下伸低了 是吧 按下日线 你看 对吧 那么在周四的时候曾经给了一根阳线 但那天我们说 他周四这个日线的阳线呢 有点犹豫哈 有点上影线 你看左边这些阳线 几乎都没有上影线在上涨过程中 啊 所以呢 犹豫之后呢 之后我就给你来一下 往下跌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上去 那不好说哈 那现在呢 有点悲观的感觉呢 我们还是在这画一个框吧 如果多头想回归 你必须得把我这个方框 也就是这个震荡区间的上边沿望上有效的突破 是吧 那如果往下跌破 那就麻烦了哈 那他较为乐观的情形 就是测试这第一点就止跌 是吧 悲观的情形就像MU那样一直往下跌 谷歌就一直往下跌了吧 所以我们说市场一切就有可能 是事后总结的结果 而不是事前告诉你一切就有可能 那是事后是才知道的 嗯 但是啊 现在可以把那个当做经验来说啊 要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形 说一定会复杂吗 不一定每次都复杂 但是遇到一次就完蛋了 对吧 遇到一次就完蛋了 遇到上边熊市也挺完蛋的 那是遇到史诗级的那种崩盘 那就 那那就彻底彻底完蛋了 像这次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啊 大家一定要守好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也是一个底线哈 或者说你觉得跌破这个震荡区间 你就应该减仓 那你就减仓 然后呢再加来在这个更低的位置 再去观看 观察止跌的情况 不能止跌就不能加仓了啊 而且进一步跌破的话 咱们需要进一步离场 是吧 剩下仓位就卖掉了 谁老是信仰长池 其实啊 按照长线趋势线理论 跌破趋势线 给出反弹测试就是卖点 第二次的卖点 对吧 破位点就是第一个卖点 破位点就是卖点 卖家卖出来的 对不对 砸出来的 那现在反弹 回补缺口之后呢 有可能当前就是最好的一个卖点啊 是吧 是长线交易者最好的一个卖点 而我们局部波段交易者 实际上 在高位的时候就应该减过仓啊 跌破之后应该进一步减仓 总之呢 接下来的行情不容易啊 凡是太乐观的多头呢 你就要注意了 此一时彼一时 你看我们之前我们抄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特别乐观的空头 拒绝 拒绝看我节目 拒绝承认是吧 于是乎我们就走了一波 那现在反过来了 我们说多头要更为的谨慎了吗 更为谨慎也不一定说是极度崩盘 有可能大型震荡是吧 但是至少不是原来这种趋势了吧 是吧 他们为什么总会之后一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想分析啊 那没他们也不行 你卖给谁呢 是吧 分析来分析去 反正就是有类有那类人啊 你就应该谢谢他们 是吧 我们看一下HOD HOOD HOOD的周线图 也有点疲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近期的疲软 就是真的疲软 不是假的疲软 我们把趋势线再调到 这个陡峭的趋势线上吧 那么大家注意 现在又向下破败了 应该卖 对于小凡果毫不犹豫 那些龙头果 你似乎有点犹豫啊 你觉得可能有点稀吗 但是小凡果不要犹豫 好 我们看一下一个 非常厉害的 近期的明星果 CROWD CRWD 它怎么这么出名啊 蓝屏了嘛 它导致的 那么下周呢 这个微软要举行一个全球的这个安全网络会议哈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看 是吧 那对这家公司来说 技术面呢 也有遇到了一个阻力 那如果说上一浪多头是第一浪反弹浪的话 那么现在呢 是第二浪 我们对纳指是什么态度来着 也就是说 不知道啊 我们说纳指啊 它有可能震荡下行给出一个大C浪啊 A浪 B浪 C浪 还有可能给出一个小C浪 也就是说 这是第一浪 这是第二浪 然后第三浪往上走 是吧 小B浪 就属于 对吧 所以市场随着这种分歧 那你看这个图跟大盘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只不过幅度不一样 你看跌下来 反弹 再跌下来 问 当前多空双方的周线 K线 相对来说 谁更强势一点 那肯定空头啊 就红的大呀 是吧 过去两周多头太犹豫了 不想上去 你看本周空头就下来了 是吧 这样的话 你觉得接下来给大C浪啊 也就是大三浪 下跌浪的概率高 还是这儿是一个小B浪 然后再给一个C浪的概率高啊 有人说那都有可能啊 但谁能确确确的知道呢 是的 确实没有人能知道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本周呢 下周呢 要观察这个位置的一个 博弈情况 这位置非常的关键 一旦破了低点 就形成大三浪了 是吧 大型的下跌浪 就形成一个大熊市了啊 那如果止跌的话 这就是一个小B浪啊 小二浪 三浪还要继续往上反弹 究竟是哪一种呢 没有人能提前知道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也是啊 在这画一个小区日线 看看能不能止跌 也就是说这些图 如果都走成大C浪的话 大三浪的话 那是不是美股就崩了 应该说要再崩一下 是吧 就是稍微再回撤一下 才能止跌了 那倾向于哪一种 哎呀 这真难说啊 真难说 你看这个图本身 它就有这种大型震荡下行 是吧 所以说给大型震荡下行 是完全可能的啊 历史上也有 是吧 所以有点稍微 有点倾向于大型的C浪啊 大C浪往下跌 而不是在这止跌 好 这是一种思考啊 不一定是真实情况 我们不去猜底 到底跌到哪 我们用趋势线去界定 我们的买卖点就可以了 管它跌到哪呢 是吧 那长线交易者比较喜欢猜底哈 因为他们不猜顶嘛 他们不判断顶部 他们只猜底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ALAB 这个图自关注以来就没涨过 就没怎么涨过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图不能做吧 这个轴线图 不猜底 这有横盘 我们说最讨厌的就是横盘 横盘怎么预期来着 假设它是近期趋势的中继 近期趋势是下跌趋势 这是下跌中继 对不 直到它去用强劲的大阳线 去反转这个下跌趋势线 没有吧 看一下谷歌 谷歌是唯一一个 让我们感到生位的一个图 走出来的一个可能的熊市 如果我们把这个趋势线调到这的话 实际上早就破了 只不过我们暂时又给了它一个机会 在这反弹了一下 那么在本周给出强劲的大阴线 破掉这个地点了吧 好 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这个近期周线 K线多头还是疲软 是吧 反弹不动 你看之前这些反弹都是大阳线 你看这些绿色的 你看近期反弹不动 反弹不动那就得跌了 你看市场就给你跌了 我们看一下日线 我们在分析日线的时候 是什么思路来着 我们说这个位置 必须得画一个小反弹趋势线 当时是这么画的 那如果这趋势线破位了 你还要观察这低点跌破的情况 跌破就麻烦了 它就真给你跌破了 跌破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这趋势线调整到这 兜头应该离场 不要判断为底部 也就有可能继续下跌的意思 是吧 有没有可能有啊 你看历史上 可以深低啊 你不要觉得这种熊市不会重复啊 因为未来美国已经变了一个国家的感觉了啊 那么美股呢 也有可能变 只有变化才是永恒的存在啊 不变才是不正常的 那么这样的话 打走熊市了已经 已经走熊市了 这是一个避浪啊 一浪二浪三浪吧 跌到哪呢 跌到缺口这儿 或者跌到更低的位置 这个震荡区间附近都是有可能啊 130 140这一带 有时候跌不多了呀 那 那说不准 那个只是一种猜测 那也许再往下圆一圆呢 是吧 这个趋势线 可慎可浅 看一下英伟达 英伟达的周线图 有时候英伟达这周线图看着不舒服啊 是吧 有点往下跌的感觉啊 双重大顶吧 有这种可能性 那我们应该观察什么来着 我们应该观察对这个低点 往下破位的可能性 是吧 实际上趋势线效果已经不好了啊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观察这个 呃 观察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来着 呃 这个支撑区哈 或者说这个几点吧 这个低点一旦被破位 那就不得了了啊 就是双重大顶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下周非常重要啊 如果龙头骨都是 破掉上一浪低点的话 那每股肯定是大型回撤 是吧 嗯 我们看一下日线 这根本就不用看那个直线啊 就这就这么看 你就把这个低点破了 你肯定就是神都回撤了 大盘 其他个股肯定要比如说这个 crowd 肯定就是破第一破第一点进来 对不对 那就都走出谷歌那种走法的 是吧 嗯 这是谷歌 我们再看他 这个这个英伟达 这是他要破了的话 那就是神跌了 是吧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波的这个凶险啊 可深可险 你看历史上都有 你不要觉得这一轮跟过去跟历史没什么 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每一个历史都觉得自己很区别于以往的 但每一个都创造了新的历史啊 好 这期呢 我们先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继续分析热门股票哈 大家记得写俩字 苹果 拜拜